哈嘍,大家好,今天繼續給大家補充這篇工程的攻略 我看很多人說工程進攻如何不行啊 工程沒人權,練了都後悔 假動作上籃這些老手福利只會送分等等 真的是這樣子嗎? 今天這份攻略會深巴工程所有親測好用的得分手段 讓你不會輕易被對手看扁放空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影片開始之前,歡迎小夥伴們點贊和訂閱哦 那麼有人會問,誒,你之前不是說工程是防守球員嗎? 防守球員需要得分嗎?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工程得分非常有用 進攻將會是最好的防守 因為你的得分可以造成對方在防守上的遲疑 在你控球的時候他們需要不停地猜想你到底是進攻還是會傳球 或許對方某個遲疑就能造出空檔 通常一開局有機會的話我都會盡量先進一球 給對方一種我可以得分的印象 讓他們整個球局都會防著你 工程的進攻方式也很簡單 不管是持球進攻還是接球進攻都有三種得分方式 這個遊戲裡面越好的得分手進攻方式就越多 對方越難防 尤其是像唐真、仙道或者是以後更新的短法櫻木 這些都是一個人防不住的 我接下來會把工程的進攻方式做個詳細的拆解 首先是假動作上籃 這招在高端局可能都被扒爛了 但它還是可以有妙用的 要知道觸發假動作上籃前我們會先有一個假動作 而這個假動作跟普通的假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通常我們可以先用一個普通的假動作 把對方球員騙跳以後我們再用假動作上籃 而且這樣即使被撞停或者是二次運球 只要你還停留在那個使用範圍內 你還是可以使用假動作上籃的 這樣子的話就能延伸出四種變化 普通假動作再假動作上籃 我稱呼它叫假假上籃 普通假動作再直接投籃 普通假動作加假動作投籃 直接傳球或者假動作後再傳球 這都是我們的假假系列 其中假動作投籃的優先度應該是最低的 因為很多時候防守球員其實防不到你 也可以對你造成干擾 而工程的抗擾率其實是很低 所以很大機率會造成這一球會射失 因此這個應該是作為最後的一個選項 假假系列偶爾使用一下它會有奇效 在電框火石的狀態下 突破上籃的速度會更快 幅度會更大 一局裡面要是能成功偷擊一兩次 其實就已經很夠了 接下來就是相斐控球後衛的得分絕技 零巧突破上籃 這招可是連仙道都晃過的招式 可能很多人對這個技能有點誤解 覺得看上去好像跟普通上籃沒什麼區別 其實這招是有使用技巧的 使用範圍在籃框下 對 就是畫面上這個範圍 當你的突破結束以後 角色進入了使用範圍 再用上籃的技能才能使得出 這招零巧突破上籃 由於整個動作是無縫連接 一氣呵成 它比普通上籃來得更快 而且會有一定程度的繞身 球會拋得更高 不知道冒點一般很難防的 這招的要點是 注意抄筆記了哈 就是你自己要對自己的突破距離 有一定的估算 說白了就是你的突破不能超過使用範圍 要不然就會造成失誤 投出一個普通的上籃 結果會被冒 要熟悉自己的突破距離 準確確保自己突破後 仍然在使用範圍內 才是用這招的重點 另外這招的啟用 必須是要在點完突破到突破結束之前 反應時間大概只有0.5秒 所以我建議到底是用普通突破晃人 還是直接突破領角上籃 這個你一定要在突破之前就要決定好 這樣的話可以盡量減少失誤 接下來是電光火石 在開啟電光火石的狀態下 假動作上籃會動作更快 成功率更高 而且可以利用無限突破 晃得對面媽都不認得 在無縫連接一個靈巧突破 可以說是防不勝防 這種操作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對手不知道你哪一個突破會出手 而且中鋒或者是大前鋒 很大機率都會被你晃到 要是操作熟練的話 這招的得分率幾乎是100% 當然也可以一陣猛如虎的突破之後交給空位的球員 因為這個時候你已經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 不過這招還是要練的 因為無限突破就不是無敵 在籃下三個球員的情況下 攻城這個小身板很容易會遭受愛的肌肉碰撞 撞停就還好 至少可以交球 但撞得撲該就不好了 所以用這招的時候 盡量左右來回兩邊晃 這樣的話對方被晃倒的機率其實會更高 還有一種就是普通中投 就是當對方覺得你只能在禁區下面得分 你冷不丁給他個中投 很多時候都可以投機成功的 同樣也是一局有那麼一兩球就賺了 千萬不要貪 以上這些基本上就是 攻城所有的得分手段了 你以為就這樣沒了嗎 怎麼可能 當然還有 接下來我就會把我珍藏的絕技分享給大家 看完以後如果你覺得幫得到你的話 還請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招的部分率非常高 由於你站的是底線 距離會拉得很開 你還可以從底線突破了以後傳球 真的是變化繁多 防不勝防 而且這招的關鍵點就是注意 畫重點 就是從底線開始突破的時候 要注意突破的距離 因為過了以後就不是零巧上籃 而是普通上籃了 所以我個人建議大概是從這個位置開始 然後不能超過這個線 或者突破以後馬上傳開 當然左右兩邊都是一樣的操作方式 平常多練練 每天上線打排位之前練個三五分鐘 練幾天就可以練好 以上的所有技巧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留言區上面問我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除了原本就有的假動作上籃 假動作投籃和突破零巧上籃 通過這個視頻 我們提煉出假假系列 電光突破 底線零巧上籃 是不是一下子就覺得進攻方式變多了呢 要是練好練熟的話 我保證大家在用攻城的時候 其實會增加自信 不過我在這裡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攻城所有的進攻都是輔助而已 是為了迷惑對手 讓對方不敢覺得你完全得不了分的放空你 講句老實話 剩到明星以上 大家都是三百千能滿天賦 很多經驗豐富的中風 熟悉攻城的每一個冒點 你舉起尾巴就知道你要開大開小 這個時候真正的對決 反而是雙方的一個心理博弈 你覺得我要投我就交出去 你覺得我要交出去我就自己上 勝負就是看誰能更猜中對方而已 假動作上籃其實非常好貌 主要就是看攻城面對的方向 然後在他突破快結束的位置跳起來貓 千萬不要貼身上去 基本上就是站在籃框底下 以不變硬萬變 不要急著跳起來 等他菊花噴火的時候再跳也是來得及的 主要是根據經驗對他的突破距離要有一個判斷 這個玩得多就可以了 而且不像某人的大招跳得超高 普通的假動作上籃只要掌握了貌點 攻城貌攻城也是可以的 至於零巧突破上籃的話 他的貌點就在他的突破結束的那個瞬間 跳起來貌就可以 如果攻城他正面帶球的話 你就要留意他的突破是往左邊還是往右邊 在他突破之前你就站在中間等他 也是等他跳了以後你再起跳還是來得及貌的 不要急著先跳 至於底線零巧突破你就站在大概這個位置 等他過來就可以了 最後分享一些實戰輕測好用的小技巧 雙方搶籃板的時候最好先在禁區附近等 千萬別瞎跳湊熱鬧 要是地板是籃圈的話 就不用猶豫利用速度優勢盡快出圈 出了圈以後你選擇交球或者自己單幹都無所謂 位置好的話或許還能搞一下底線零巧突破 要是地板是紅圈的話 在落地那一瞬間可以嘗試搶斷一下 還是那句話一下就好不要貪 不行的話馬上盯防回自己的球員該幹嘛幹嘛 在最後10秒裡如果你領先對方 那麼工程的電光火石基本就能穩穩地握住球權 但如果你落後對方兩分或者一分 而你剛好有電光火石的話 那麼這就是你創造奇蹟的時候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瘋狂去搶給對方造成壓力 對方看到你開啟電光火石的時候 一般不敢帶球太久 而某個球只要被你截斷 或者對方出現傳球失誤 那麼很有可能就會追平或者是翻盤 而這個只只有工程兩天才能做得到 是屬於它的高光點 來到實戰部分了 這場的話呢 是我一個人單排的比賽 這局就是由我們先搶到的籃板 然後這個木是選擇自己出圈 然後自己單幹 無所謂 能得分就行 那麼這裡我是用了一個突進 拉近一下我和定方球員的距離 那麼這裡看到友情的藍圈 立馬跑出圈 然而此時我看到了快攻的路線 按照國際慣例開局先拿一球 給對方留一個我能得分的印象 那麼這裡跟大家說說 作為一個空位 要簡單讀一下球員的信息 目前雙方都只有一個得分球員 短髮櫻木和木深一 都屬於攻守一體的全能型球員 那麼策略雙方都應該是一樣 就是盡量去盯得分球員 另外一個防守球員的話 會稍微放空他 這裡我和木都緊貼著櫻木 直草要說突破的話 就交給魚住了 然後木切了一球 自己出圈 沒想到他兩個突破 居然都晃不到人 然後球還丟了 人家一個快傳給櫻木 空位中頭進了 要知道木深一 是一個比較無敵的角色 建議大家一出就要抽到 早用早享受 然後這木帶球 他又來又晃不到人 撞停才給我 然後我立馬一個靈巧突破 明顯對方的魚就還沒反應過來 兩分get 然後繼續緊貼櫻木 木給他來個大蓋帽 可惜搶不到地位板球 最後還是回到了櫻木手上 雖然繼續貼房給他造成了干擾 還是最後還是近的 這局開局帶球 一個左突破拉開距離 再回傳給木 這次他終於開到這個帝王上籃了 可喜可賀 對方開局就拉開 然後傳給櫻木 這球一個戰斧 輕鬆就了結了我們 沒辦法 內線空虛 這裡他又來了 然後我們全場再看他表演 不過還好最後有得分 這裡也是我緊貼著櫻木 對方一個虛晃正斧得分 沒辦法 攻城這個小身板 真的擋他不住啊 那我這邊也是開局先拉開 然後把球交出去 雖然我這邊是空位了 但也只好看隊友表演了 那麼我這裡王卡了一下 回過神來就被對方得分了 我這裡也是按照慣例先拉開 然後交球給隊友 然後不停在空位這邊油晃 隨時接應著他 然後他一個帝王接球搞定 那麼對方也是一個戰斧 就搞定我們了 情況有點焦灼 但我們領先 不出意外的話沒什麼問題 那麼這裡木自帶開始他的表演了 結果他被撞停 他只能把球交出去 那麼我收到球自然不會辜負期待 一個零巧突破輕鬆get 開球那麼就繼續盯著櫻木 本來想給他了個接球瞬間的搶斷 沒想到給他躲開了啦 這個時候我們的神隊友不畏 狠狠給短髮的自己一擊大概冒 那麼我也撿到了這地板球 交給櫻木 他給木 再給一個帝王上籃 收工 那麼我們這邊已經開始包夾櫻木了 沒想到對方魚住一個大爆籃 來到我們這邊又是一如既往的細路 一個帝王上籃 沒想到吃了個蓋帽 還好我們的櫻木撿到了球 回傳給木一個跳投收工 那麼對方也是一個開局戰俘搞定 現在就看哪一隊先犯錯了 這裡我開局帶球 拉開 突破 傳球 隊友回傳 零巧突破 收工 那麼這裡對方也是拉開 回傳 讓我只能仰望魚住的爆籃 這裡木居然掉球了 還好我撿回 那麼我也瞎晃一下 一個底線零巧 收工 我撿的球 我得分 那麼對方也是攻勢化得分了 不過我們還領先 我們順便開個電光火石來玩玩 那麼這次我帶球 當然要用我們的電光火石去晃一波 最後輕鬆得分 那麼雙方都是你來我往 互不相讓 那麼又到了我的回合 一如既往 電光突破 最終輕鬆得分 那麼由於比分領先三球 所以這裡有點放飛自我了 仗著電光火石瘋狂的偷 趁中風爆球一瞬間搶到 好的 奪了球權 沒想到居然傳失了呀 被對方撿回 拿到兩分 來了來了 那個男人都開始他的表演了 儘管我隨處亂晃 表示出我能隨時接印 來沒什麼卵用 這球居然不進 還好一個友軍籃板 我迅速補過 兩分get 這裡繼續盯防櫻木 順便開個電光火石 我發現原本盯他的隊員 決定沒有跟上 對方一個側跳得分 那麼這裡開局接球 用一個假假上籃 偷擊奪得兩分 真是完美的詮釋著 什麼叫優秀翁巨人 那麼這裡截球成功 我當然要仗著電光火石 上去晃一波 可是沒想到電光突破居然失敗了 吃了個蓋帽 還好隊友拿到球 然後這裡木也先晃一波 所以大家要熟練電光突破的使用範圍 沒想到被對面的魚柱一個大招奪得球權 那麼對方也迅速的出圈 然後回船一個戰斧得分 那麼時間還剩下最後17秒 這應該是雙方最後一次進攻了 由於我們領先 所以我只需要把球帶到時間結束就好了 那這是一個很適合工程的工作 最後隨著對面的一個大放空 那這場我們就贏來了勝利 最後我就稍微點評一下這場實戰 因為這其實是工程很典型的球局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呢都是工程加一個防守球員 再加個穩定的得分 這場我基本上都是隨時做好接應隊友的準備 這裡看著那個木晃來晃去其實真的很煩 不過看著他得分還算挺穩的份上 我就不跟他計較了 大概在終局的時候 雙分其實得分都很穩 這個時候呢其實就看哪一隊先犯錯 那麼我兩次奪得的球權很可惜都沒有為團隊帶來得分 不過沒關係 這場我們的櫻木其實是很優秀的 第一個領先的球 兩名隊友補防都很快 因為我們整隊都知道對方就只有一個得分 然後我接球出圈 這裡就顯示出兩隊不一樣的地方了 就是我這個位置 因為我也可以得分 這也是這期視頻我也一直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工程他得分的重要性 第二個領先的球也要歸功於我方櫻木的防守意識 這個補位和蓋茂真的是太漂亮了 也就是這兩球為我們帶來了這一局的勝利 那麼接下來給大家帶來第二場的實戰 這一次和兩位朋友組隊 大家都打得很有默契 一開始又是友軍的籃圈 立馬出圈 然後迅速回船 流船也快速得分了 那麼這裡就按照慣例 讀一下場上的信息 我們是標準的雙防一得分 那對方是有雙得分 這種情況下 我們基本只能用人盯人的打法 而且木還比較全能 從配置上來說 我們隊是比較虧的 但還好陣容上還是可以 有籃板有得分 最終哪一隊能贏 其實就看隊友之間的默契了 那麼對方回合 這裡我一開始沒有跟上對方的木 他一個回船給仙道 然後一個上籃得分 那麼這裡有我直球 慣例一個突破 然後上籃得分 這裡對方傳給了赤木 人家這個赤木圈 選擇單挑我們的櫻木 然而球並沒有進 此時我就往圈外跑了 然後迅速回船給流川 一個空中漫步收工 拿下了領先的第一球 繼續是對方的球 木晃了一下 傳給了仙道 仙道一個鐘頭 然後居然沒進 很可惜我們拿不到籃板 對方再次傳給仙道 結果被我撞停了 他傳給木立馬一個鐘頭 然後又沒進 又沒搶到籃板 這個時候赤木開始單幹 最終一個勾手拿下了這兩分 那麼到我們的球 接到球慣例一個突破 上籃收工 這裡木帶球把我晃倒了 但他居然傳球給了仙道 然而仙道也是一個突破之後 回傳給了木 最終木一個騎射得分 那麼這裡由我帶球傳給櫻木之後 一個平民上籃被大猩猩冒了下來 球拳落在了對方手上 我嘗試搶斷失敗 球來到仙道手上 一個後跳被流川狠狠地扒了下來 球拳還在對方手上 這裡的一個搶斷製造了一個大空位 對方中投得分 同學們千萬別學我 這種真是教科書級別的犯錯 那麼這裡接球一個突破 空位中投 球沒進 那麼對方拿到板 交給仙道出圈 我再一次搶斷失敗 注意到木空了 我就迅速回防 然後他一個突破後 交給赤木一個勾手 然後球沒進 看到有軍籃圈 我立馬出圈 這時我一分神被搶了 球來到仙道的手上 一個後跳得分 那麼這裡的流川選擇自帶 一個背身突破 接空中漫步 一套動作打的是行雲流水啊 那麼對方仙道突破交給了木 木突破給赤木 赤木回傳給木 然後我居然被晃倒了 對方一個帝王中投得分 那麼這裡開局傳給流川 二話不說一個大招 穩 木一個突破給赤木 這裡開電光想摸赤木的 誰知他居然傳給了仙道 我自動往仙道的方向去了 仙道一個後跳沒進 來了 有軍籃圈 他傳給了流川 然後回傳給我 這裡電光突破結果失敗 還好拿到板 再一次拿到球 這次完美的電光突破得分 這裡開局也是木突破給仙道 仙道一個突破回傳給木 木然後一個中投沒進 對方拿到了板 然後仙道帶球 一個突破居然撲開了 被櫻木撿到 然後迅速出圈 這裡我接到了球 然後一個突破上籃 結果被扒了 又是櫻木加速撿到了球 流川一個漫步拉桿 又被冒了下來 櫻木一個加速拿到了球 還剩4秒 流川一個接球中投得分 那對方先到冷不丁一個中投得分 那麼這裡我接到球一個突破 然後來個假假傳球 傳給流川 到櫻木 然後回到我手 一個零角突破 居然沒進 櫻木補籃還沒進 傳給流川 然後流川被仙道冒了 對方拿到球拳 木一個突破給了仙道 仙道晃了一下 然後一個大 砰 兩分 這裡開局流川一個熟悉的拜佛三段 交給櫻木再到我 我也是慣例一個假假上籃 偷擊成功 那麼這裡 木也是自帶突破 然後一個中投得分 我這裡也是瞎晃一下 交給流川 流川突然一個一段漫步得分 那麼對方也是很公式化了 木接球一個騎射得分 那麼我接球突破 一個假假傳球給了流川 再給櫻木 櫻木一個大爆灌 收工 這裡一個搶斷又low位了 還好櫻木不未有個干擾 可惜是對方的板 我又想摸赤木 結果又失敗 雖然回防造成了干擾 但還是被得分了 那麼時間還剩最後17秒 我接球一個電光 不小心吃個帝王扎針球 掉了 還好流川回給我 結果一個失敗的突破 電光又被冒了 還好流川有拿到 誰知居然接球失敗 還好櫻木又撲到啊 再回傳給我只剩兩秒 開什麼玩笑 我是全國第一空位好咩 那麼這裡我也是 點評一下這場比賽 首先我必須檢討一下 幾次的電光突破都失敗 是因為不夠熟練 是我的原因 不是工程的錯 大家要怪就怪我 那麼這局贏 也是盛在有好的隊友 彼此之間都很有默契 都知道自己該幹嘛 第一個領先的球 就是對方 刺目要單幹這球 這沒什麼好說的 他空位都打鐵 估計心中在罵娘了吧 那然而被對方追平 也是我放空的那一球 那同學們真的要注意了 搶斷真的很講究時機 第二個領先的球 來自仙道扑蓋這一球 這一球打得有夠激烈的 我們三次進攻才拿到分 同樣被追回 也就是下一球 哇那個突破零角沒進的時候 我真是口吐芬芳 櫻木捕籃還不進 流川那下投得有點急了 應該稍微帶一下的 結果被先到一個大給秒了 比分就是在咬得緊的情況下 來到最後一球 那麼正常情況下 我已經出現了兩個失誤 一般人是不敢再進攻的了 但那個時候有兩個原因 使我很有底氣 第一個就是投不進大不了 就平局加十而已 另外一個是我接球的時候 我就很確定 我就在零角突破的範圍內 所以我就果断用零角突破得分 這裡就算傳給了流川 我船用一秒 他射用一秒 而且還要保證不會出現網卡 出不了手這種情況 那麼畢竟是我的原因丟的球 所以我犯的錯 由我來補過好了 如果視頻能看到這裡 相信你一定也很喜歡 工程這個角色 或許很多人認為工程不好用 上分很難 有時單排選的工程 隊友都會一臉嫌棄 而且之後出的木深衣和藤真 在性能上都會碾壓他 那麼工程良田 真的還有他一席之地嗎 答案是當然有 在我的記憶中 玩得好的工程 每一次對局都會不停地走動 努力為你製造空檔 去做著搶斷突破 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萬一失敗了 還會遭受隊友的白眼甚至辱罵 而我遇到好的工程 作為隊友的時候 他們總是可以出其不意地得分 然後在你有好位置的時候 傳球給你 他們甚至會利用速度優勢 去接每一個地板球 而這樣的他們 贏了卻很少人會記得 是他們的功勞 MVP也很少拿 就如視頻開頭所說的那樣 我個人是很喜歡工程良田 他和赤木一樣 都是屬於默默地支持的球隊 面對藤真 木深衣這樣強大的對手 他從來也沒有退步 甚至湘北參賽以來 他是唯一一個打滿全部場次的球員 而且每一次跟工程對位的 都是藤真和木深一種一等一的角色 我覺得要是沒有工程的話 湘北是絕對打不進全國大賽的 因此我也在不停地練習 努力成為出色的工程良田 要是哪一天你覺得工程不夠好 放棄了 轉玩其他球員 這當然沒有問題 畢竟遊戲出那麼多援助的角色 就是希望玩家多體驗 但是如果你還在用工程良田 並且也不想放棄他 那麼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畢竟他是全國第一空位 請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